歡迎來到飛碟午餐 我是尹乃津 也歡迎這個朋友呢 透過YouTube的頻道 飛碟聯播網 飛碟午餐 來收看我們的直播 今天是春分 在我們的這個季節裡面呢 在今天真的還蠻有這種氣氛的 昨天的時候呢 昨天下午 昨天晚上的時候 還有一點點微涼 然後今天這個進入這個春分 24節氣裡面的這個春分 天氣呢就開始轉暖了 那個氣氛來講的話呢 是真的是春暖的感覺 但是呢有些地方呢就稍微更暖的一點啊 日本還蠻特別的 日本在春分的時候呢 竟然股市這個修飾啊 我們來看看今天的這個台北股市 在這個瑞士信貸瑞士銀行出手 相就的情形之下啊 台北股市呢目前呢 是漲了88.19點指數來到15508.16點 然後亞洲主要的股市 我剛才說了啊 日本今天修飾 香港恆生指數呢 是上漲了62.48點 漲幅是0.33% 上海綜合指數呢 是小漲了4.83點 漲幅是0.15 深圳綜合指數呢 是上漲了81.58點 漲幅是0.73% 哈嘍跟所有的這個老朋友新朋友呢 大家問好啊 在這個網路上面 一開始大家就 一開始大家就 就這麼 這討論的這麼熱鬧啊 就晚風心裡吹槍說 美國讓蔡英文訪美政治加分 然後用馬英九 美國用馬英九訪錄為中美降溫 啊 這個馬英九訪問大陸的這件事情呢 嗯 美國他 我想這個他們 他們安排好了之後呢 是會跟美國方面講的啦 但是呢 不 絕對不是出 絕對應該是不是出於美國的這個安排 但比較有意思的就是在說 會不會因為呢 他們兩個人的訪問呢 剛好 同時間啊 在同時間在進行之中 因為 馬英九訪問了 呵呵 中國大陸 所以呢 使得呢 因為美國肯定不會對這種 美國肯定心裡面不會對這種 對這種 友好的這個氣氛 因為當下來講 這樣子的一個友好氣氛呢 恐怕呢 不是太符合美國的需要 美國也不希望 呃 蔡英文呢 訪美把 中美關係呢 搞得太緊張啊 但是呢 嗯 這個相當的程度上面呢 他也不希望這個馬英九 呃 無論如何 雖然他要檢除這個政治性不跟習近平會面 但他畢竟是我們第一位啊 卸任的這個總統呢 訪問 呃 中國大陸 那個氣氛和這個政治上面的這個效果來講 是很大的啊 所以我想美國也不是很樂解 好 但是會不會就是因為呢 呃 馬英九呢 那個時候呢 就要訪 就在這個中國大陸訪問 所以呢 美國呢 就加碼哈 本來呢 嗯 本來要平平淡淡的 平平淡淡 要在控制之中呢 呃 讓蔡英文呢 過境美國的行程呢 不要出太大的意外 哎 結果反而就因此加碼 就不知道啊 哎呦 對不起 我踢到我們的這個桌子啊 吼吼吼吼的 好 我們待會再來聊 呃 馬英九啊 嗯 他的這 這一趟的行程啊 我們首先呢 還是來關注一下 在呃 習近平訪問俄羅斯的最新的進展 最新的消息呢 是岸田 呃 日本首相呢 岸田文雄 他到基辅去訪問了啊 呃 他的行程呢 來得非常的非常的閃電啊 然後也非常的突然 呃 他正在印度進行訪問 然後在今天的時候呢 抵達波蘭的邊境城市 然後搭車前往基辅 會在稍後呢 會在呃 基辅呢 和泽倫斯基會面 就 就場面上面來講啊 也蠻特別的啊 就是這一方呢 呃 習近平呢 和 普丁啊 正在會晤 然後呢 西方的媒體啊 還有很多的 這個西方的 重要的領導人啊 重要的像是 布林肯等等啊 就是發出了很多的酸言酸語啊 就是不看好習近平此行 然後認為呢 習近平呢 呃 他是在 他訪問莫斯科 是在為這個俄羅斯呢 做一場這個外交掩護之旅 那在這個當下的時候 作為呃 美國集團的 堅定的好朋友啊 日本 日本首相岸田呢 哎 突然到基辅去訪問 所以 有在某種程度上面呢 希望呢 在這國際的聲勢上面 造成就是我們還是 呃 堅定的跟 澤倫斯基站在一起的 呃 那樣子的 那樣子的一種態勢啦 那樣的營造那樣的一個氣氛 那 岸田文雄呢 他19號呢 是離開了東京呢 到印度去訪問 然後 20號呢 跟印度總理莫迪 舉行會談啊 本來是 今天 今天是21號嘛 對不對 本來呢 是今天下午呢 他要離開印度 返回日本啊 但是呢 他改變他的行程 這樣的一個行程 都不會是臨時改變的 但是呢 會不會就是因為呢 習近平呢 正在 呃 莫斯科進行訪問 所以 呃 岸田呢 改變了他的行程 而背後呢 是不是也有美國 呃 跟美國商討之後的結果啊 就蠻耐人尋味的啊 呃 他在日本時間呢 呃 今天上午九點半啊 已經在波蘭的邊境城鎮 普熱梅西爾啊 搭上前往烏克蘭的火車啊 呃 普熱梅西爾呢 距離 嗯 烏克蘭的邊境呢 只有十公里啊 這安田的訪問呢 呃 除了在紳士上面呢 塑造的一個西方 呃 美日啊 這些國家呢 依然堅定的和 呃 基輔站在一起之外 岸田也有他政治上面的考量 和必要性 他必須要去呃 基輔一趟 因為 在二月二十號 當呃 美國總統拜登呢 也是這樣子閃電式的啊 突然去訪問這個基輔之後 在 俄乌戰爭的一週年的前夕 訪問基輔之後 呃 岸田文雄就成為G7的 這些國家裡面呢 唯一沒有去過基輔的 那他在五月的時候 他接下來呢 今年是 日本是G7的輪值主席國 所以為了面子 哈哈 為了各方面的 考量啊 他都有必要呢 去基輔一趟 而在呃 拜登呢 訪問基輔的時候 當時啊 呃 日本的內閣官房長官 呃 呃 松野 他就曾經講了 他就說 呃 他們對於拜登的此行呢 表達高度的這個敬意 然後呢 呃 至於 岸田首相呢 是不是要到基輔去 他們說 人在規劃之中啊 還沒有做最後的一個確定 因為他們考量的因素呢 有非常多 當然首要 首要的就是安全上面的考慮 那因為根據 呃 日本相關的規定啊 日本的自衛隊呢 他是沒有辦法 呃 在海外去執行任務 保護他們國家元首的安全 我們看到美國的 呃 總統出訪 他們都是非常高規格的嘛 是不是 啊 都非常高規格的空軍一號啦 或什麼這些都非常高規格的 但是日本沒辦法 那他們呢 必須尋求 呃 當地國的保護 除了安全的顧慮上之外呢 時間點的考量呢 也是很重要的 那日本呢 很把他們這一次呢 擔任 呃 G7的輪值主席國當一回事啊 所以岸田呢 在主持 G7的呃 元首的視訊會議的時候呢 他就表達了 呃 一個對於日本的 呃 定位的一種高度的高度的標局啊 他說 日本呢 現在啊 來到了一個可以領導全球支援烏克蘭的時刻 哈 你有沒有覺得他把自己 把日本講的有點太重要了哈 呃 不過呢 這個呃 G7今年來講呢 當然是很重要了哈 一方面呢 俄乌戰爭一周年了 一方面呢 全球呢 在進入疫後 啊 疫情之後呢 呃 要如何面對這個全球經濟的 要如何的來就加緊復甦 然後呃 當 當這個日本 他日益感受到來自於中國大陸的 這種威脅的緊迫感的時候 而美國又在加大他在印太的部署的時候 呃 日本呢 他想到的就是如何的透過 呃 G7來擴大他在印太地區作為美國最重要的這個盟友 以及的核心的地位 呃 呃他講到就岸田就講到說 呃 俄羅斯的侵略的行動 他不但是 不但是侵略這個烏克蘭 不但是對於歐洲 對於全球的 都帶來了 極大的威脅 他甚至於喊 講出了今日烏克蘭明日 東亞啊 所以呃如何的在支援烏克蘭的這件事情上面呢 不能落人後啊 就是 岸田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政治上面的判斷和政治上面的考量 從俄物戰爭開打到現在 他提供了烏克蘭的一些防禦性的裝備 因為根據日本的和平憲法 他們是不能夠做這樣子的事情的 呃而岸田在呃烏克蘭的問題的立場上面的支持呃烏克蘭 帶給他跟這個俄羅斯之間的關係呢 現在呢也是是降到冰點啊 呃所以 呃俄羅斯跟這個烏克蘭之間呢 他們還有這個 呃不跟日本之間呢 他們還有領土糾紛的啊 那但對於岸田來講呢 這也是個沒有回頭路的時刻啦 好所以呢 這個是在 俄烏情勢裡面最新的這個進展 然後就普丁跟習近平的會談 哎我不知道大家昨天有沒有看他們兩個人在 在這個呃比較非正式的這個兩個人會談之前的那個談話啊 兩個人就坐在就坐在就就坐兩邊哈 中間一個小桌子然後兩個人這樣坐 兩個人兩個這個領導人呢 都大都是那樣子大叉開就腿呢就張開開的 好做的那樣子講話啊 呃我覺得他們講話也都挺長的啊 就是前面的那個致詞也就講的挺長的 所以聽說後面的那個呃非正式的那個私下會談談了四個小時 我的天啊 他談這麼久啊 然後呢 呃普丁呢 呃扣掉這個翻譯呢 也有兩也有兩個小時就這麼長時間的這個談話 我想應該談出了很多的內容吧 然後兩個人的稱呼呢都挺親密的啊 普丁呢一開始就講就是我親愛的朋友 我親愛的朋友 所以呢習近平呢也是說 我也以我親也以親愛的朋友呢來稱呼普丁啊 呃我也蠻好奇的當馬英九呢 呃3月27號到4月7號到在大陸期間的時候呢 大家呢呃會被究竟還是專程呢來去看一下啊 這個馬英九這個行程 我相信肯定是非常轟動的啊 呃像連戰這個2005年到呃大陸去訪問的時候 然後他首站在南京的時候那真的是萬人空向啊 我就說了 我們待會兒再來談馬英九 我們還是先來談那個 呃普丁跟那個習近平呢在莫斯科的這個會 我看他們嗯昨天呃 示出來的這個視頻啊 雙方的這個談話 然後呃習近平呢就是講這個親愛的朋友啊 然後呃他也特別的這個提到他在 他在這個10年前的時候呢第一次擔任這個中國家主席的時候呢 第一次出訪的國家呢就是 就是俄羅斯啊那他這一次呢呃第三度啊連任這個中國國家主席呢 第一個出訪的國家呢也是啊莫斯科也是俄羅斯 在這種情形之下啊你認為習近平他把他第三任的這個國家主席的首站的出訪擺在俄羅斯 然後呢大張旗鼓的啊也就是中呃公告周知的呃我要來在俄羅斯戰爭之間來進行這個調停 你覺得他會無功而返嗎我不這樣子認為 因為呃如果無功而返的話這個對於習近平來講的話面子上面恐怕就沒有那麼好看 但是只是說說你要怎麼樣去定義他在俄羅斯戰士上面他所能夠做到的事情 什麼樣的叫做有收穫什麼樣叫做無功而返 起碼在呃就一個形象上面來講他這次擺出來的他就是要做一個和平的締造者 而在呃他在去做和平的呃締造者調節者啊然後要解決這個已經打了一年的 而且死傷是非常慘重的啊這個俄羅斯戰爭的情形之下呢 美國呢今天呢是宣布呢加碼提供給烏克蘭武器那他的這個武器清單呢他的武器清單還挺長的好 我來我來跟大家這個來說一下他的這個他的這個武器清單當然啊他的這個武器裡面呢是沒有包含啊沒有包含像一些什麼遠程火箭啦呃等等之類的 但是他提供了呃烏克蘭呢需要的彈炮啊炮彈等等之類的啊那這似乎呢就是在在這場的這個戰爭之中呢美國呢正在兌現他之前的他之前所所謂的他對烏克蘭所設定的就是他希望這場這個戰爭呢烏克蘭呢要得到最終的勝利 那烏克蘭要得到最終的勝利那他當然就不會希望說在這個呃時節點上嗯你習近平呢出手來要去調停兩邊的戰士 那如果說呃習近平他所得到的是第一個能夠在這場戰爭之中能夠先初步的叫停啊然後防止戰士進一步的擴大 否則的話春季但雙方都要呃俄羅斯這邊呢要加緊要加緊進攻要發一場大的這個戰士然後呃烏克蘭這邊呢也要來吹起這個更進一步的反攻的號角 那個戰爭不知道拖延到什麼時候而且會如何的這個擴大也會讓各方呢都感到非常的這個為難哦呃因為呢對於俄羅斯來說他在之前的時候他在這個巴哈姆爾 那邊發動了這麼大的這個戰士我的判斷就是認為說他要在這個習近平訪問這個莫斯科之前的時候取得一場具有關鍵性的這個勝利 這才能夠使得隨之而來的不管是停火協議也好或者是呃戰爭呃進入一個禁止狀態暫時暫止暫時終止的暫停這個狀態的話他才能夠有籌碼嘛 那但是呢在這個布林肯在美國的眼中看來呢就不是如此啊就是說你現在呃習近平的這個出手等於是背書了啊背書了呃俄羅斯的侵略行動啊然後布林肯呢今天呢把話呢講的也非常的白 他就說習近平會晤普京是為戰爭暴行提供外交掩護如果在這個階段呃停火的話呢就是不尊重烏克蘭好 然後呃這樣子一個拖延戰術呢這樣子的是現在的任何的停火協議呢都是一種拖延戰術而這個拖延戰術呢只會讓只會讓俄羅斯呢更加強強化啊強化他的強化他的呃再進一步的 準備和入侵啊呃那布林肯呢他是強調說任何結束烏克蘭戰爭和實現持久和平計畫基本要素都必須根據聯合國憲章的原則必須維護烏克蘭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啊所以任何呢不考慮這關鍵原則的衝擊量就是拖延戰術呃促成不公正的結果而不這不是建設性的外交呃 中國大陸在有關於解決呃烏克蘭的問題的立場上面呢他首要強調的呢也是尊重這個領土完整而所謂的這個尊重領土完整呢在俄羅斯呢入侵這個烏克蘭的舉動上面就我覺得這造成中國的立場上面的一個尷尬嘛哦 你如果要去你如果要去承認哈或者是要為他呃占領這個烏東的行動呢呃背書的話你就不尊重了烏克蘭的領土完整而且呢你也失去了在這件事情上面呃斡旋談判的一種中立和平衡的位置 但是呢呃中國方面呢他除了他又不能夠不去承認他又不能夠不去承認或是尊重呃领土的完整和主權和領土的完整 否則的話呢這個他就得不到烏克蘭方面的信任嘛而且呢你也等於是在為在對於未來其他國家所採取的行動在背書 而且你也就你也就不能夠呃指責呃美方不尊重台灣作為就中國的主張嘛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台灣問題呢是中國的內政問題好 所以他就不能夠這麼理直氣壯的去指著這個對方所以這是一個很複雜的一個政治上面的一個考慮 所以他才會在他的文件裡面呢除了強調尊重這個任尊重所有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之外 他也特別強調了要關照到安全上面的這個需求安全上面的這個需求呢合理的這個需求就是 對不起我又踢到我的這個桌子安全上面的這個合理的需求呢指的就是你你嗯北約一再的東擴對於對於俄羅斯就造成了威脅嘛齁 所以到底如何的在這兩者之間的顧慮兩者之間的顧慮考量之中啊能夠取得一個有進展的結果 我就是要看看他們今天下午啊嗯俄羅斯和中國啊兩位領導人所帶領的他那個團隊非常的大啊大範圍和小範圍的會談 他們會談出個什麼樣的一個結果然後在至關重要的在至關重要的有關於烏克蘭的問題上面會不會有一個新一步的一個進展 然後習近平呢在呃訪問完莫斯科之後呢什麼時候會跟澤倫斯基會面 然後雙方呢又共同表達了什麼樣的一個立場就是呃 呃後續的發展中的關鍵 那布林肯今天的談話呢也泄露出一些呃玄機了啊 他說呃 呃 習近平呢就在啊 習近平在 在呃國際法庭對於普丁發出了逮捕令的時候呢去訪問這個莫斯科 他說世界上面呢都很看得清楚啊這樣子的一個行動呢他是不是具有這個呃是不是具有呃正當性啊 他說表明了中國認為沒有責任追究克里姆林公在烏克蘭犯下的暴行 與其譴責他們中國寧願為俄羅斯繼續犯下這些罪行提供外交掩護 所以你就知道說為什麼國際法庭呢會在呃 呃習近平呢確定要去出訪 呵呵這個 莫斯科的時候呢突然就通過了通過了要去就決定呢要對呃普丁呢去發出這個逮捕令呃逮捕令啊他就是要去在國際上面塑造出這樣的一個形象就是你習近平呢是跟一個呃被發出逮捕令的一個兇手啊共聚一堂啊呃在這樣的潛艇潛艇之下 你還有什麼還有什麼的底氣來說你這趟是和平之旅呢啊嗯倒是啊倒是呢這個拜登呢嗯對於習近平和看呃普丁的這個會晤呢的立場呢就是比較比較緩和啦齁沒有像沒有像沒有像這個布林肯呢話講的那麼的嚴厲啊 他就說我們就看看吧看看他們之後呢會是如何的進展因為呢就美國的這個立場來講拜登的他在對於和中國的這個交往上面呢他還是希望啊他還是希望能夠跟呃能夠跟習近平保持一個會面啊通話啊這樣子的一個和緩關係的一個安全法 啊所以他在之前的時候呢他就談了啊他就說我會跟這個習近平通話啊我很快就會跟他這個通話啊嗯今天呢美國的官員呢還進一步的講他們現在呢正在安排啊嗯美國的財安部長葉倫還有這個商務部長呢到中國大陸去訪問啊 嗯這個蠻這個蠻微妙的啊就說在不同的這個戰場上面你如何的去保持彼此之間又鬥又高度競爭啊高度鬥爭同時呢又要保持一個關係上面的維持的一個護欄這就是在每個國家的不同利益上面的去去衡量啊嗯當這個中國呢在有關於中東的這場的博弈裡面 他順利的讓沙烏地阿拉伯和這個伊朗啊能夠恢復這個邦交邦交在這個中東的這個外交的戰場上面獲取了一個這麼的這麼重要的一個勝利呃徹底了翻轉的中國在處理外交事務上面的這個邏輯大陸過去呢在處理這些相關事情上面他通常他都是不出頭的啊而且呢他不會呃主動的擔任這種斡旋那個角色但是 就是牽線這個沙沙特沙烏地阿拉伯和伊朗的恢復邦交呢 覺得徹底的逆轉了中國在外交上面的這個呃作為和他的這個思想他這個思路不知道是怎麼樣這個不知道是怎麼樣建構出來的我真是非常的好奇啊嗯每一個不同的領導人呢他們都有這個不同的這個呃外交的哲學啊和這個戰略來做這個引導啊像這個鄧小平的韜光養晦啊然後不出頭 然後到習近平的大國崛起這裡面的這個變化牽涉到他們的行動以及在國際形象上的塑造配合他們這個國家的總的這個發展目標啊中國的這個崛起嗯中華民族的這個偉大復興啊這些呢這些的戰略啊這些的思想上面的變化呢嗯是怎麼形塑的操盤手是誰啊這個是我們在 呃分析和再去理解啊這個國家的這個外交的轉向啊和這個國家的總體戰略裡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環啊可能到慢慢啊後面呢會越來越清楚當有一些文章有一些論述啊呃出來的時候我們會更清楚的看到他的這個思路是如何的形成啊 當中國呃採取了是一種積極主動的要在國際間塑造一個呃和平締造者的這個形象的時候就會使得他在呃俄羅斯和烏克蘭這場戰爭之中他能夠扮演什麼樣的一個關鍵角色他可以起到一個什麼樣的一個關鍵的一個作用 呃對於美國來講就是一個非常非常非常明顯而立即的一個威脅了啊呃美國呢今天呢結合他的盟友要把中國大陸呢打成是一個邪惡軸心啊一個邪惡的靠一個武力威嚇的這樣子的充滿了企圖心和野心的這樣的一個政權啊呃但是呢呃當中國呢轉變他的這個做法 然後來去瓦解呃美方啊跟他在歐盟和這些國家的之間的堅若磐石的這些關係的時候呢呃美國要如何的來去操控和去鞏固住中美關係的這個核心之中牽涉到兩國利益之間的一些關鍵事項的一個變化這就是需要非常高度的這個技巧了啊因為他這個就不會 所以他這個他就就不像是一個冷戰時代的一種反正拉彼此的陣營呃拉起來呃這個冷戰的這個陣營之後呢我們就是只有鬥爭啊沒有合作但是你要在你要在一個用冷戰的手你用冷戰的手段啊去拉幫結派可是呢你卻不能夠用冷戰的思維啊來去經營你經營你跟中國之間的一個關係 因為當這一套呢當你用這一套的這個思維去進行下去卻會傷害到你自己國家利益的時候你就必須要改弦改弦更張了嘛哦為什麼呃美國財政部長葉倫他不斷的就是美國會釋放出來這個訊息是他要到中國大陸去訪問他到中國大陸去訪問我們就看到美債的問題非常的大美國已經倒了三家銀行啦好這三家銀行呢都是因為美國升息然後這個美債這個價值呢 驟扁然後然後現在呢呃包括中國大陸在內啊都在這個減持美債情之下他們面臨面臨到這方面極大的壓力啊除了這個日本呢還是在買這個美債之外呃他們要卻他們要切切實實的去解決這個問題然後在商務在商務部長的這部分呢我今天還看到了一個訊息呢就在於是說因為美國他採取他在他的這個國內呢就補助啊呃到 美國去投資的企業那就這就讓很多的歐洲企業很不爽啊那他們呃他們就要另謀生路啊你一開始的時候呢美國呢他要去採取呃去封殺啊這個中國拉出一個另外的一個生生產鏈啊所謂的有岸外包啦哦那晶片的這個制裁他在相當的程度上面是達到效果的可是呢他在相對上當中國中國大陸呢在疫情之後他的快速的這個起來 這也使得這些的企業呢他都是立之所趨嘛他還是呢會持續的在這個中國投資這個對於美國來講他也形成了相當程度的壓力啊在這個網路上我們那些朋友啊林波微步啊黃俊啊民主安全啊大家呢對於這個呃馬英九去這個大陸呢討論的還蠻熱烈的啊我覺得還蠻我覺得還蠻有趣的啊我還蠻好奇的啊就是馬英九呢到大陸去的之後呢嗯到底呢會新 會掀起一個什麼樣的一個呃一個一個蜂巢啊馬英九年輕的時候是真的很帥啦是真的很帥啦然後呢嗯他也算是維持了很多年也算不錯不過年紀大了就是沒有沒有辦法這個眼袋的問題啦然後這個眼皮會下垂的這個問題啊這都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啊你說像那個王毅王毅很帥啊王毅非常的帥可是他當這個外長那麼多年啊這個 這個工作呢真不是人幹的也是壓力很大也是也是很吃力的啊我看他的眼袋也是越來越大啊就是老了老了老了非常的多啊然後呃但是呢嗯馬英九呢早些年的時候呢他在台灣啊嗯他是很受他是很受到這個歡迎的啊我記得馬英九那個時候他是市長吧是不是市長 嗯嗯反正呢他就是這個國民黨裡面呢助選的第一把啊就是大家就非常的這個到哪呢都很受到這個歡迎啊但是馬英九呢不不太會演講馬英九的演講呢嗯沒有什麼就是他沒有他他對他對群眾演講來講我覺得他並並不在行啊所以他演講就不會那麼的哇能夠鼓舞大家的士氣啊然後能夠朝熱場子啊他不是那一行的啊所以我就看了好幾次啊 就是呢馬英九呢馬英九呢要上場之前呢哇底下的這些的這個群眾呢就非常的熱情 那邊大喊馬英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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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喊啊特別是這個女性啊然後呢嗯等到馬英九上台的時候大家就嗯就很沒勁啊因為他講話就沒什麼勁啊然後等到呢這個馬英九呢下來之後馬英九演講結束的時候下面有名馬英九馬英九馬英九啊那不過他後來有有進步了啊他後來演講呢 就是呃有進步不少啦那呃他最他在年輕的時候他在當這個法務部部長的時候呢他都會到呃女監啊就是監獄嘛女監呢去巡視哇這個女監呢就是我覺得快就是轟動啊哇大家就是爭著呢要去接近這個法務部長我有次看到這個馬英九的時候我就跟他說哎你這個要克制一下克制一下不要造不要造成這個疫情 就是監獄啊不要造成這個情勢不穩啊大家都湧上來啊來跟你這個要來跟你搶著這個握手啊什麼什麼什麼之類的啊那他就得意啊他就覺得他自己這個很帥啊馬英九我覺得他就是一個挺自戀的一個人啊然後呢嗯那個時候他當總統的時候是兩岸大交流的時代嘛啊我們實現了三通啊就陸克啊可以來啊 然後有的時候呢如果說呃在他到這個地方上面去啊或者是參加一些活動啊然後呢碰到這個大陸的這個觀光客的話那那場面簡直就是哇大家就非常的興奮哦可以看到馬英九啊什麼啊就跟他搶著合照啊什麼的啊不知道他這次去呵呵我想他這次去這個呃大陸呃是不是也是會有呵呵呵這樣子的一個風潮啦哦嗯好 哦他這次呢大陸的這個行程啊嗯我們昨天有講嘛啊他這次去大陸的這個行程呢其實他就是一個嗯抗戰史啊和這個中國和這個中華民國啊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創建史的一個行程那他當然是有這個特殊的意義和特別的安排比如說就國民黨人來講當然是當然是 第一站呢都要到這個中山林啊一定要去一定要去呃中山林夜林的啊嗯然後在呃中山林的那個上就國民黨的這些領導人他們站在中山林然後面對這個總理總理的這個時候那個心情呢應該就是五味雜陳的啊嗯大好的這個河山竟然就這樣子一九四九年就扔了啊 就被也不是扔了啦就這樣子就輸給了就輸給了這個毛澤東啊然後退守到台灣來然後今天呢兩岸的情勢以及未來會怎麼走還充滿了那麼多那麼多的變數啊嗯對於國民黨人來講到中山林去夜林想的呢就是就是呃尚未成功嘛不是嗎好就是國家的這個未來不管是統一不管是走向 走向一個什麼樣的一個前景的未來尚未成功呃你們同同志呢就真的是人需努力啊那對於呃國民黨來講現在在2024年的時候又面對到一個原本看起來是機會很好但是最近呢好幾個的民調呢都顯示呃國民黨的最強的母雞呵呵侯友宜的民調呢直直落一直落一直落一直落啊今天呃民意基金會呢他們公布的 這個民調侯友宜好像是已經落後賴清德是不是12個百分點啦本來上個月做的時候呢還領先4個百分點不過那時候領先是還沒有南投的立委補選還沒有還沒有結束的時候是不是才領先啊然後呃這個月做呢就已經落後了好像是12個百分點那個數字我有點忘記了啊我今天早上看到了看到了一下然後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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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的記憶我待會去查一下啊就是這樣子落後 然後這當然跟這個侯友宜呢遲遲沒有表態啊有關聯還有跟呃國民黨呢就是就這麼前前幾天鬧了那個選策會的這個風波幹起來呢國民黨呃內部呢非常的亂啊然後朱立倫呢還有私心這些呢都有影響那侯友宜跟呃朱立倫的大和解啊會不會讓這藍營的支持者呢比較放心然後讓這個侯友宜呢在後來的未來的 這個民調上面呢緩步的回升啊我覺得這都還現在講呢恐怕還言之過早啊因為呢只要侯友宜呢不宣布參選他的這樣子的在政治上面的拖延其實會會其實是會讓民眾感到不耐的啦啊而且呢他所要他要面對的問題呢都非常的多啊就是呃兩岸的情勢中美台的三邊的關係你這些的都是逃不了的嘛 每天每天的這個新聞這樣子跑當未來蔡英文要到美國去的時候他的一些的談話他的一些的表態然後那你怎麼看那馬英九去大陸的時候你又怎麼看你不能夠嗯都是那樣子很簡短的呃照本宣科啊然後講出那些不痛不癢的那大家會覺得會進一步的懷疑你的能力嘛最重要的是他的那個起手勢他的起手勢呢被現在呃他現在的新北 市長的職務裡面啊然後呢他覺得說如果我現在就宣布要去參選的話呢那那個總質詢的時候我要怎麼樣面對他們的質疑呢啊但我覺得你你早面對晚面對你都是要面對嘛你為什麼不用一個更大的一個企圖心更大的一個呃說服來就是說今天國家需要你的時候你就來成你就是你就是勇於承擔啊那新北市政在我做在我做新北市長一天 我當然是會好好的完成啊而且新北市的整個的大建設他是在國家的整個的大建設裡面嘛這有這有什麼好難好難去處理的呢他為什麼不能夠去打造一篇就是一個以國家的以一個國家的為什麼在2024年的時候非要你參選不可你為什麼覺得說你要出來這個承擔你現在搞的好像就是等著國民黨的這個徵招大家來幫你去尋求解套的 這個方案這個位子你今天要去承擔要擔任的是總統你要擔任的是總統哎你要去做的是一個很嚴苛的一個挑戰是總統候選人哎嗯還要大家抬大巴人大叫來抬你啊我覺得沒有這個道理啊然後馬英九的馬英九的大陸的這個行程我就說他就是一個抗戰史啊在呃在對於 兩岸兩岸兩岸在有關於對日本的態度對於抗戰的這個問題上面的一個態度他是要有一個非常非常這個一個正確的認知的因為這個就牽涉到就說呃這場戰爭在對日抗戰的這場戰爭裡面是國民黨啊蔣介石所領導的這個國民黨軍捍衛了捍衛了 中華民國捍衛了中華民國的生存跟尊嚴是蔣介石所領導的國民黨軍隊成功的擊潰了日本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啊所以這一場戰爭的這一場戰爭的這個勝利才讓才讓這個呃中國讓這個中華民國從百年的 的恥辱裡面站出來廢除了不平等條約這不是中華人民這不是這不是毛澤東這不是共產黨的軍隊達成的但是呢在習近平在這個共產黨的這個論述裡面他就是是中國共產黨 他們成功的讓中華民族從百年的恥辱裡面站起來不是不是這樣子的啊所以說呃為什麼 正確的這個歷史觀正確的詮釋抗日戰爭會是如此的重要這第一個第二個呢從馬英九的這個行程來看啊他除了到他除了到什麼像是什麼南京大屠殺這個紀念館啦然後到很多的這個抗戰的一個很關鍵的這個戰役啊什麼四行倉庫啊等等啊湖南大學科學館啊抗戰中國戰區第四壽翔區壽翔儀式所在地啊這些我覺得他有這些重要的 這個這個這個意義啊來去明確啊抗戰的這個歷史之外啊還有很重要的一個呢他也要他也他要去不管是在南京那個大總統府啊還有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參訪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紀念館啊這個是很重要的啊辛亥革命武昌起義 推翻滿清創建民國中華民國這是嗯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再也沒有比去參訪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紀念館 有更好說好中華民國故事的起源地啊就馬英九呢要藉著這些的機會啊在這些呃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地點啊地方來說好中華民國的故事 他如果不能夠藉著他這一次訪問這個中國大陸的行程啊然後在這些地點說好中華民國的故事說說好中華民國現在跟這個呃兩岸之間啊到底是處在一個什麼樣的狀態 然後呃好好的去詮釋這個九二共事的話呢那他這一場的呃大陸之行呢就白去了而且呢不會呃不會帶來任何呃政治上面就是在政治上面呢他就會只會給這個國民黨選舉製造麻煩而已啦就是會創造就是造了很多的負債啊的確就是會如此所以呢呃馬英九呢要好好的去設計啊要好好的規劃 啊然後在他的這個談話裡面呢要非常的這個周延啊嗯這些呢對於一一位七十四年以來第一位呃訪問中國大陸的呃中華民國卸任元首來講呢至關重要啊否則的話你就會去你就會被很容易被做文章啊就會落入到是一個呃只只在說這個中華民族 啊什麼中國人情懷的這樣子的一個這樣子的一個前總統我覺得這也不符合不符合馬英九的規格啦哦也不符合馬英九 他在這麼多年來處理兩岸事務上面以及他曾經有過的這個高度啊馬英九呢他是呃他在這個卸任這個呃總統之前的時候他就是啊他就是中華民國 嗯最資深的哈最資深的最了解並且參與最多的我們在處理兩岸事務上面的這個官員 從蔣經國的晚年啊蔣經國晚年的時候呢他呃決定要開放這個兩岸探親那個時候呢呃趙少康哈他們這些就就是趙少康主要是趙少康啦他在立法院呢就提出了質詢啊就是幫這個老兵發聲就是要求就是開放老兵呢回大陸去探親好那個時候的呃國民黨的秘書長呢馬樹里呢就來看他啊 嗯馬樹里呢他就跟馬樹里呢轉達了呃這個意思啊然後就是馬樹里當時呢是有點勸這個趙少康不要在這麼敏感的問題上面提但是他就說把我抓去抓去關呢我也要提啊然後呢呃馬英九呃這個馬樹里呢跟蔣經國嗯說了之後呢蔣經國後來好像就是說叹了一口氣然後就說就讓他們回去吧哈但是呢官方不行 哈但是官員不行官員還是要嚴守這個呃嚴守這樣子的立場然後馬英九呢就在呃就接就是蔣經國呢就是交代他啊就是他就寫了第一個方寫了有關於呃開放這個探親的這個第一個方案啊那呃呃然後到後來他又他在他在這個大陸工作小組然後陸委會主委等等之類他參與最深然後又成就了馬錫慧 這一次的大陸之行他必須要說好中華民國的故事否則的話呢就對於馬英九來講就有失他的高度跟格局了拜拜囉明天見